欢迎来到中广流星网收听 没事来哈拉我是吴若荃 很多听众朋友都很重视退休规划 但因应我们这些劳工退休政策的一些调整跟改变 到底能不能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带来真正的保障呢 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聊一聊 当劳保费率明年调升之后 退休生活到底能不能靠劳保来作为足够的保障 这位专家来自富邦人寿复学通讯处 他是张忠伟业务经理 年轻帅气又专业 我们请张忠伟业务经理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忠伟你好 若荃大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忠伟好 我刚才有提到为了保障劳工退休的生活 我们政府有提供劳保还有劳退 也就是劳工保险老年给付还有劳工退休金 如果没有劳农保或军工教保险的民众 你只要依规定有缴纳国民年金保险的保费 就能够享有国民年金的保障 但是劳保的费率明年的元旦开始要调涨 费率会调涨到12.5个percent 如果以今年6月份的平均投保薪资是35202元来计算的话 调涨之后每个月劳工负担会增加大约 好了你不要太紧张35元 一年增加多少422元 大概有一千万名的劳工会受到影响 那听起来都觉得说35块两年 420还好 这当然是小钱 那问题是调整完之后 靠这些劳保劳退还有国民年金 真的能够支持我们退休的生活吗 我们到底要靠哪一些保险规划 来帮助我们规划退休生活 我们就请中卫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刚刚提到说 劳保和劳退都有提供退休金 那么张周伟业务经理 请你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两者的内容和差别 好的 其实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劳保跟劳退 这两个主要的退休保障制度 那他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劳工在退休的时候 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两者的运作机制跟领取条件 其实都有点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劳保开始说 他就是所谓的这个劳工保险 我们每个月薪水都会被扣 这一条劳保费就是这个 那他就是社会保险 简单来说就是让劳工在缴费期间的时候 我提供生老病死产的保障 像很多人会提到这个生育补助 或者工作受伤 身雇残废的这些津贴 还有最多人关注的老年给付 就是退休金来源之一这一块 都是劳保会保障我们的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劳保的老年给付的领取方法 就有很常听到什么月月领啊 跟一次领这两种领法 那领取的年龄啊 跟投保年资就跟这两个相关哦 所以我举例来说 如果啊我投保老保是在民国98年 1月1号之前投保的 只要有一天都可以 那我就可以选择这种一次领的 所以啊我只要投保年资有高达25年 我就可以在50岁的时候扮领一次领 50岁的时候 对我就可以选择一次领了 那现在很多人会说 啊我想那种月月领啊 这样每个月领钱的 那我们换算下来啊 平均大概是在60岁到65岁就可以去领取了 那详细呢有不同的规定 还是可以到劳保局这边去做试算 嗯也可以打电话去问哦 他会就很详细的告诉你 如果想要提早领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说要扣几%啦 不过也不能够提早太多啦 对不对 他有一个时间的规定 好像是可以提早5年左右的 没错没错提早5年 或延后也都可以 是哦 所以您刚才提到98年1月1日的话 那我们举例的这个个案 大概是要在民国51年出生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他会去做计算 假设他有说我们这种月月领的啊 他有算说51年次 我这个法定退休就是落在65岁 对 那如果50年次他就是64岁 他有去做计算 是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询 也可以打电话去劳保局哦 为了做这个访问啊 我有特别打电话去问过 真的非常专业亲切 而且秒算 他就立刻告诉你 你大概几月可以拿到多少钱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想法 一般民众都会觉得说 如果你活得够久 就月月领 好像比较有保障 没错没错 一次领比如说领到100多万 你要懂得去投资理财嘛 没错没错 那我们再来看看劳退好不好 刚刚讲的是劳保嘛 是好那劳退这一块呢 他也是很多人会注重的 那劳退他就是 劳工退休金条例以下的制度 是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种个人账户 那依照现行的劳退心智来说 就是我有上班 劳班每个月啊 帮我提拨6% 进到我的个人退休金账户里面 是是 好 那在我工作期间的累积的退休金啊 到我60岁的时候 年资15年以上 我就可以选择一次领 或者是分期领取 但是也是因为劳退领取的这个数字啊 是个人账户 那他就跟我们累积的金额 还有投资收益有关 所以他并不是像劳保一样 他有个最高投保啊 所以换算出来 劳退的呢 他就不是固定的一个月领的数字 那像现在很多人都会讨论说 你现在每个月领薪水有没有自提 就是在说这一块 因为我们自提啊 可以提拨0%到6% 所以我就老板帮我提拨6% 我自己也可以再提拨6% 这样我退休啊 就可以翻倍领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啊 劳保跟劳退 他两个都可以同时领取哦 那也可以选择一次领或分期领 最主要还是要看个人的需求 再去评估怎么搭配 可是这个自己要提拨几% 来做你未来这个保障 是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先规划决定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刚才讲到退休金的累计 有没有什么举例可以让我们知道呢 退休金的累计吗 好那简单来说很多人都会问说 到底啊是要我们这种一次领啊 或者月月领 哪一种方法才对我来说最划算 那其实这个问题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通常我们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 我都会带他一起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自己个人退休后的生活模式跟需求 我可以两个都选择月月领 这样每个月都稳定的现金流过生活 那很开心 那有些人啊 他比较敢承担风险 他就两个都选择一次领 然后去投资 有机会可以赚更多 那也要会投资才行 没错 而且心脏要够大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请张中伟业务经理 来跟我们做更深入的分析 欢迎继续回到没事来哈拉节目 现场大家都很关心 有关于劳保 如果他明年有一些调整的话 那么费率调整之后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退休以后的生活 过得更有保障 今天特别请到专家来自富邦人寿 富学通讯处的张中伟业务经理 来跟我们做详细的解说 刚好特别提到说 劳保和劳退 他都可以选择一次领 或者是月月领 那张中伟业务经理 已经给我们第一个建议 就是你要看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 以及你一次领完之后 做的投资有没有效益 然后是产赔赔光 你就是真的觉得很可惜 但你如果投资得到 那一次领也许你可以做更有效的运用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 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会跟客户讨论他的家族背景 为什么要讨论家族背景 这很多人都会好奇 跟退休有什么关 不过因为我们会去看 如果家族背景 他的长辈都很长寿 那我就会建议选择月月领 因为像劳保这一块 我是领到离开为止 那其实我以最高投保薪资 就算我选择一次领 我顶多领206万 那如果我选择月月领 我每个月以2万块来算 我一年就领24万25万 这样换算下来 其实8年就已经超过206万了 所以其实我只要确定 我可以从65岁过到73岁 那其实就划算 所以你刚才问到说 家族长辈都很长寿 是用推估有没有家族病史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说长辈都很长寿 那不意外的话 你应该也会活蛮久的 没错 是这个意思 那还有其他的面向的考虑吗 好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会去讨论 自己有没有已经在做财务规划了 我会问说 有没有已经帮自己准备退休金了 或者是有没有帮自己 不健康退休做准备 简单来说 就要先知道自己到底退休需要多少钱 然后可能1000万啊 1500万之类的 那我会去询问说 目前已经准备多少 还差多少 那我们再去评估 劳保跟劳退 应该怎么领比较划算 不过啊 有些人会说 哇这以上三个问题 其实都太复杂 那我还是建议选择月月领啦 因为以平均寿命来说 我们大家都在延长 所以以长期来看啊 我每个月领 有机会 而且一定会领的比较多 甚至像像甚至刚才像若权大哥有说 一次领啊 如果没有妥善规划 其实很容易会 对啊 花掉 嗯 或投资错误 现在还有诈骗这么猖獗 没错 是的 但没有规划好或守得住啊 他相对风险是高的 没错没错 那我们根据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 护长以65岁这样的例子来看的话 以65岁以上的家庭 他平均的月消费的支出大概是4.86万元 那么依照刚才所说的退休金的计算方式 退休的劳工到60岁甚至到65岁 开始领年金的时候 平均来算算每个月大概可以领到多少钱 中伟 好 那我们以投保年资30年 投保薪资最高45800来计算 那在劳保的部分 他的计算公式 就是我的年资去乘以我这个投保薪资 再乘以1.55%的所得替代率 所以计算下来帮大家算好 每个月我就可以领21297元 哇这么多 对这是劳保的部分 如果他是投保薪资是用最高来算 其实一般劳工都没有保最高的 是对对对 好这只告诉我们说你最多最多是这样 是是是 那劳退 劳退的部分呢 因为他是公司帮我提拨6%到我的个人退休金账户 那这里就要算说我的薪资会不会涨 还有这个这个投资收益如何 那我就以薪资每年我涨3% 投资呢我也每年涨3%来计算 你好好哦 我都希望你当我们老板了 每年以3%真的很开心 好我们用这个来举例好了 然后呢 这样计算下来之后啊 其实我们每个月啊 可以领到一万三千多块 将近一万四啦 所以其实两者相加就会算出来 我们65岁每个月可以领到大概三万五千多块 所以其实还蛮不错哦 如果房屋自有的话三万五过得还不错呢 对还可以过得不错 基本生活都OK 那刚才有提到有些人会讨论这个劳退的部分啊 那如果我在刚开始我就劳退提拨6% 那我就可以每个月再多领一万四千块 算下来我每个月都可以领将近块五万块钱 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聊到说这个字体的部分的比例 就是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嘛 你刚开始扣的多退休之后就领的多 对不对 好不能讲扣啦 其实就是存啦 就是先把它存起来 那到底要如何啊 来计算需要多少退休金 因为现在媒体啊 每次这个数字大家都觉得好惊吓 都说哇你没有两三千万都很难退休 那么针对退休生活有哪一些规划的重点呢 好的 像洛杉大哥有提到 其实我们在媒体啊 或者网络都会看到 退休金真的动辄都是数千万 跟买房子一样 但不过退休金我觉得要规划上来说 有三个重点要去考量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那第一个呢叫做月现金流 好这个现金流呢 他就取决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可以过跟现在一样 或者再节省一点点 甚至有些人说我一定要比现在更好 所以我就要去算出我每个月的生活开销 那最简单我们就用11住行娱乐去计算 10的部分就我每个月的伙食费 但这里有个很大关键 因为我们是退休 所以我还会加入保健食品跟洋品 你好懂啊 你看现在要装店开这么多 就知道大家吃多少保健食品了 好那第二个行的部分 退休呢 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大众运输开车还是计程车 那还有像住的部分也是 我有没有房贷啊 还是我可能要租房子啊 甚至我住在哪一个地方都会影响到我的花费 住六都就比较贵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就提到育的部分 很少人会重视到这一块 其实退休后其实我们的时间很多 那我们通常都会去培养第二转场 不管是学一些什么 像若权大哥知道有学咖啡 有学很多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我的兴趣 但他也是一个 要花钱的 没错 自我成长继续成长 是要花钱的 是的 那乐的部分就是大家最重视的 我工作大半辈子 我最重视就是退休后的娱乐 不管是日常啊 去爬爬山 参加活动出国玩 他都是一个开销 那如果要维持就要跟现在一样多 那如果要变得更好 这些月薪金都要往上增加 好这是很实物的啦 三个重点 考虑你的退休金的规划 一个就是月薪金流 这是其中之一嘛 那么第二个是医疗需求 是那医疗需求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 都没有想到这一块 很正常 是因为现在可能三四十岁啊 本来就不太会有这项支出 但是我们要算的是65岁的时候的生活模式 就像我们开一台车 我开了65年 总有零件损坏啊 也要保养跟维修啊 那我就用主管机关统计 2022年的医疗健保支出 每年换算下 一年大概是18万左右 快速帮大家换算 就是每一户啊 一个月平均要支出 15000块 再看医生 那当然这个有多有少啦 如果假如说长辈又请看护 这个金额啊 就远远超过15000块钱了 那也随着平均寿命的增加 所以我们这个费用 当然是逐渐的变多 像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很特别 叫百岁人生 他就有提到啊 未来啊 平均每10年增加 大家的人口会再增加2到3岁 所以未来我们是高区域 可以活到90岁到100岁 那就不是退休后可能10年20年了 而是退休后 20到40年的生活 那随着年龄的增加 慢性病意外啊 健康这些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所以医疗需求一定要列入长期规划里面 是因为我们会越活越久 医疗需求的金额也会越来越高 好第三个要评估的重点是通货膨胀 没错这个最可怕 因为通货膨胀呢 它会逐年侵蚀我们购买能力 而且只要你距离退休越久 通膨的阴险就越明显 所以啊假设如果以通膨来说 假设如果每年通膨2%来说 30年过后退休成本基本上就翻倍了 那如果以上两个 我换算下来 我每个月花费可能要6万块 那30年之后 我可能每个月就要12万 才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 而且通膨这东西 不是我退休那一刻就停止 是我退休后才持续发生 对那我如果65岁退休 我活到95岁 那物价又再翻了一倍 是所以要考虑未来的通膨的压力 好我们整理一下 刚才张忠伟业务经理 帮我们归纳了三个规划退休金的重点 分别是月现金流 医疗需求 还有通货膨胀 希望你能够根据这几个建议的方向 好好的精算一下 我们先休息 等一下回到现场继续聊 欢迎继续回到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都很关心自己的退休 生活要能够拥有好的品质 一定要及早开始规划 今天请到又帅气又专业的专家 来自富邦仁寿 富学通讯处张忠伟业务经理 来帮听众朋友金打戏算一下 好我们再次帮听众朋友整理 要规划退休金可以有三个面向的重点 一个是月现金流 这个就要像记账一样 把你未来会花的钱先把它调列出来 没错 那第二个就是医疗需求 因为你可能越活越久 因为现在是属于比较长寿的时代 对 就算你不去看病也要吃保健食品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就是通货膨胀 这个真的很可怕 因为你本来看以前 我们真的是80块90块就一个鸡腿便当 现在都130 140 对没错 所以一定要按照张忠伟业务经理 提到的这三个重点来规划你的退休金 好那你可以帮我们算一下吗 好那刚才提到这三点 可能听众朋友听完觉得 哇这个数字好像很可怕 那我们就用主管机关的数据来做计算好了 好像刚才有提到 以现在65岁平均每户的消费支出 大概一个月大概是落在4.86 我就算5万块 那我就换算成每一个人 我的每个月支出大概就是25000块左右就好了 所以你把它除以二就对了 因为一户我就抓两个人 平均值 是是是所以25000块 那再加上这医疗需求 医疗需求刚才有提到每户啊 平均是1.5万元 那我一样除以二 所以我就抓大约可能8000块左右 好那提到的前面的月限金流要25000 再加上8000块的医疗需求 所以一个月啊 大概就是抓33000左右 好当然这个是现在 那如果未来要考量到通货膨胀来说 哇这个数字就看我们距离退休几年了 好所以我不抓多 我就抓假设我每个月就4万块钱就好了 一年啊 算下就要48万 那如果以现在女性的平均寿命 大概到84岁来说我60岁到84岁就要活24年 听起来就很沉重 准备24年这样换算下要多少钱 哇这样算起来大概要1152万 更何况你刚才说不值 活到 对可能假如我们活到95岁100岁再加上通膨 哇这些数字就会像我们在网路上看到的 动辄可能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 好啦我们不是要吓大家啦 今天既然敢谈这么重要的话题 就要有解决方案给大家嘛 所以请张中伟业务经理来聊一聊 如何利用保险来进行退休规划 哪一些阶段性的规划方式可以参考呢 好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透过保险来解决两个问题 那我都会跟客户说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先去思考 我要增加未来退休的收入 就像是如果今天我出门 看到我家社区外面贴着个停水公告 我第一件事情一定会先除水嘛 那退休之后这个水也会停 只是这个水叫做薪水会停 好那现金流就很重要啦 所以在第一阶段我都建议在退休前 我们应该要注重叫做资产的累积 有足够的退休金 其实换到的是对于退休的安全感 那这部分我们可以用投资型保单 分红保单 利率变动型保单 让我们稳定且持续的累积资产 好那第二阶段就是退休后了 退休后呢 我们就要注重叫稳定的现金流 那这部分呢 它可以维持我日常生活的开销 甚至我想要出国玩 或者像洛杉哥培养兴趣 好它都可以让我们过得很开心 这部分一样可以透过投资型保单 分红保单 利变保单的给付 创造持续且稳定的现金流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要讨论到降低非必要的支出 那像退休后啊 因为我们的年纪基本上都一直在增长 医疗跟长照需求慢慢增加 所以通常我都讨论第一个呢 叫做医疗保险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 医疗也在进步 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幸福 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个很高端 很先进的医疗 但是伴随着就是费用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可以趁年轻的时候 先规划好医疗保险 让我治疗时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就不用担心 我要支付我的医疗支出 然后去影响我的生活品质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好的治疗伴随来的 就是减少治疗中的痛苦跟负担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对 好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提到的长期照护保险 由于平均说明的延长 其实啊我们被人家照顾的几率 真的慢慢的增加了 那像现在啊 长照费用其实非常的高 如果我每个月请看护 其实一个月三万到五万 都是基本的 对 那过程中我还不包含保健食品 生活用品 那光想退休之后 我薪水停了 我每个月还要支出可能三到五万 甚至再加上其他的这些支出 一定会对我们退休财务造成压力 那如果我有规划这一块 其实未来啊 我就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照顾模式 不管是有些人说 啊他要请好的看护 甚至请家人自己照顾 都是很好的照顾品质 那第三个就是受险 因为我们打拼大半辈子啊 我们都会考虑希望可以留点什么给家人 那其实受险呢 他有功能 他就是可以把你的爱 转成实际的数字留给家人 让家人维持他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也是财富传承跟资产规划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我再总结 那简单总结 在退休规划中 我觉得保险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增加退休的收入 第二个是降低非必要的支出 这也就是一般民众在规划退休生活 要掌握的两个重点啊 增加未来退休的收入嘛 那么降低非必要的支出 那么用的是在保险业界 非常实用的几个工具 在为了要增加未来退休的收入 能够运用的就是投资型的保单 分红的保单 还有利率变动型的保单 那么在降低非必要的支出 那就要靠医疗保险 长期照护保险跟受险 来为你达到这样的功能跟目的 好那么退休金到底要从什么时候 开始做准备 还有张忠伟业务经理 有没有什么个案可以分享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退休生活到底要怎么样规划 若权在美式来哈拉节目 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 富邦仁寿 富学通讯处的张忠伟业务经理 用他的专业 还有他服务过这么多的个案 让听众朋友在 有一点忧虑 担心的同时给了一些解决方案 让大家把忧虑化解掉 对未来的人生充满期待 你一定要越活越牢越久 越快乐越健康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的期待呢 就要从规划退休金开始 好张忠伟业务经理 退休金到底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 好这个问题啊 其实在网路上看一定查得到 他就是越早越好 四个字 对没错就是越早越好 一定要越早越好 那假设像刚才我就计算 退休金要大概1000多万来说 我30岁开始准备 跟我50岁开始准备 都要准备退休金 那我每个月要存下来的金额 可能相差四倍之多 哇这就是我30岁的时候 可能每个月存1万 50岁的时候是每个月存4万 那那个压力其实很大的 所以提早准备啊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啦 累积期比较长 我们压力就比较小 就像是现在年轻人买房子 都选择心轻安 是因为可以缴40年 这样子压力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大 那第二个呢 因为复利啊 他需要时间来发酵 所以我时间拉的越长 我越有机会 让我退休金越滚越多 越早越好 两个好处 就是累积的时间长 你自然压力就比较小 那另外大家投资理财嘛 都知道这个滚雪球的理论 你这个波道够长 你的复利靠时间来发酵 你的利得就会越多 没错没错 所以总结来说 总结来说呢 就像有人说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点 就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那累积退休金 我都会跟客户说 就像种一棵大树一样 最好的时间点一定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讨论的现在 那有没有那种年纪很大的问 你说现在还来得及吗 我会跟他说 那叔叔阿姨就要稍微努力一下了 而且有开始总比没开始好 没错没错 先求有再求好 好那张忠伟业务经理 因为真的很热心服务 客户都非常喜欢你 包括你自己可能也很早就开始做准备 以自己为范例 让你的客户能够有所参考 如果有人问你说 有关于退休的准备或资金的配置 有没有个人的心得可以分享 好的 那在准备退休呢 通常会分享有三个步跟三个要 这六个原则 三个步呢 第一个 不要只依赖政府的退休金 像我们刚才知道 劳保跟劳退 基本只能保障我们生活支出 那物价会涨啊 生活成本会增加啊 那我如果我想要维持 叫做舒适的退休生活 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 应该是把劳保跟劳退 当作额外的补充收入 这样我退休可以安心自在 那第二个步呢 就是不要低估生活所需花费 很多人会跟我说 退休之后我会吃的很健康啊 但是要知道 现在吃的健康花费是很高的 那还有营养补充品 补铁补钙叶黄素等等 而且退休生活 我还要参加活动出去玩 培养进去 因为退休后 我有的是时间啊 那如果我要维持舒适的生活 相对的我要足够的金钱 当然医药费用 也是我们要考量进去的 因为退休后的医疗费用 很可能是现在的两到三倍之多 那以上提的都是日常生活所需哦 第三个步呢 就是不要忽视风险 在资产配置上面啊 风险管理非常重要 尤其在退休的时候 我们要降低高风险投资的比例 要转作为稳定收益的资产投资 当然啊 我们要去注意自己医疗支出的风险 因为这一块会去影响自己的退休生活 好三个步 不要指依赖政府的退休金 第二个不要低估退休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第三个是不要忽视风险 那么三个要是什么呢 好的 第一个要啊 一定要专款专用 我们准备退休金 就要用一个账户来准备它 因为很多人的退休都是用自己户头 但是我们人生有很多目标要完成啊 要买房买车养小孩 如果都有同一个账户 其实到退休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账户已经快没钱了 那第二个要呢 是一定要做好医疗防护网 随着寿命的增加 我们医疗跟长照的需求一定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现在如果遇到一位65岁长辈 他跟我说 哦我身体都没有慢性病 身体都很健康 哦我会跟他说 哦你保养的很好耶 所以其实大部分身体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状况 那我们很认真在为健康的退休做准备 也要为不健康的退休做好准备 这样才能安心 是 那好第三个要呢 是一定要长期稳定且持续的投入 比如说劳退自体的6% 我们一定要逼自己提早开始准备 这样未来退休才不会有压力 好的三要提醒听众朋友要专款专用 要做好医疗的防护 另外还要长期稳定而且持续的投入 好非常谢谢张忠伟业务经理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建议 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因此而拥有 让你安心可靠的退休生活 谢谢你哦 好谢谢若玄大哥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